既然如此,我便带着魏颖先行离开,去准备准备 苏默涵话音落下,不等魏颖向叶辰告别,便御守一挥 空间破碎,直接带着魏颖顿入其中,消失在叶辰二人面前 看到苏默涵还是这般说走就走的性子,任非凡淡然地笑了笑 而叶辰看着魏颖二人离开,却是忍不住看向任非凡 其实从之前见到任非凡的时候,叶辰心中便有些话想要询问 其中还有关于血龙下落的问题 叶辰可是记得自己是血龙送来的,而自己遭遇着危险的境遇 血龙应该也不会离开 只是如今血龙却并不在眼前,让叶辰有些好奇血龙去了哪里 只是这时,叶辰正要开口,却见任非凡面色微肃地望过来 我要走了,和你相处的时间越久,这天地意境就越大 你我的接触是天地所不容的 目前我还没事,但你应该感受到不是了吧 听到任非凡这话,叶辰愣了一下,随即却是皱起眉头 他感应到四周有浩荡的规则之力碾压而来 任非凡不提醒他还没有察觉 此刻却发现这些规则之力将他彻底笼罩 而且还在疯狂挤压 一瞬间,叶辰便感到四肢百孩都要被挤压碾碎 不由面色大变 这天地规则的力量太过无敌,他根本无法抵抗 只能感受着无尽的危险席卷而来 你我的交谈,相处,都会让你我之间的滔天因果牵连,越发沾染 这对你是一件大麻烦,越是接触越危险 任非凡深深地看了叶辰一眼 你要尽快提升实力,我就先走了 说不定,陈越海,你我还能相见 说吧,任非凡手掌一扬,虚空破碎 看着任非凡就要离开 叶辰想要开口询问血龙的下落 四周的规则之力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更别提开口说话 哦,对了,血龙那小家伙 已经被我送回永恒兄弟了 你不必太过担心 任非凡突然想起这件事 随口说着,身形踏入虚空,消失不见 任非凡消失的一瞬间 叶辰便感到碾牙周身的无穷法则之力 陡然消失 那种窒息的感觉不见 让叶辰一身轻松 方才的规则之力太过可怕 那是天地的制裁 是无法抵挡的伪力 方才带给叶辰无尽的危机之感 甚至让他有种 将要陷落到无尽地狱之中的感觉 而此刻任非凡离开 血龙下落也得知 叶辰飞身而起 麻烦都解决了 担心的事情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不由地吐出一口浊气 感到神清气爽 刚才任前辈提起了陈月海 看来也差不多是时候该回去了 画阅大笔应该没多久了 还有 任前辈最后的话语 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会出现在陈月海 不再多想 叶辰便向着一个方向飞身而去 他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赤海广寒殿 西云看着传送镇上出现的叶辰 呼出一口气 你这一去时间倒是久 如果你再不回来 我都要担心你出事了 现在你流淌着西家的血脉 身怀逆天天赋 千万不能出一点事 叶辰背着突然的关心心中一暖 认真道 谢谢云叔关心 有些事情比较棘手罢了 但是无碍 西云能够感受到叶辰身上 隐隐有突破的气息 眸子一凝便道 你跟我来 你现在需要稳固你这段时间的机缘 好 叶辰也不废话 他能感觉到身上的突破之感 西云带着叶辰来到一处特殊的卧室 里面灵气环绕 当大门关上的瞬间 叶辰便进入了某种特殊的状态 时间缓缓流逝 这一日赤海广寒殿上空 无数灵气蜂拥而至 骤然形成了一道灵气漩涡 宛若漏斗一般倾注而下 汇集到了一个房间之中 西云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那灵气漩涡下方 看着头顶几乎覆盖了整个小岛的灵气漩涡 西云不由的面现苦笑之色 谁能想到 如今震撼的场面 竟然只是由一个小小的圣祖境小子突破产生的呢 如今 距离祭祖仪式结束 已经过去了好些日子了 而这些日子 秦鸿越忙于处理赤海之内的生意 现在他得到了西云的允许 北韩商会倒是可以在赤海之内放手经营了 但这不意味着坐在那里 生意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太多 原本这些事应该是秦孝峰亲自来办才对 不过 虽然上次秦鸿越在凶海之中遇到了危机 让秦孝峰甚至有些后悔 将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 可在秦鸿越极力坚持之下 秦孝峰还是将赤海这边的生意 完全交给秦鸿越打理了 一来这样一来 他日秦鸿越接手北韩商会之时 赤海这边的交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毕竟都是秦鸿越亲手经办的 二来 继任北韩商会下一届会长 也是需要服众的 秦鸿越亲手打下赤海这一片基业 便能堵上所有人的嘴巴 林建青也返回了西海之中 而叶辰也没有闲着 从东韩渊回来之后 便无时无刻不在修炼之中度过的 内海的灵气比之外海更加浓郁 广寒殿又建在赤海顶级的主灵脉之上 叶辰住在广寒殿之中 说是身处灵气海洋也不为过 经过这段时间的感悟和修行 叶辰也终于突破了圣祖境三层天 甚至距离四层天不过一步之遥 只是在进阶之时 引发的天象却有些害人了 一般舞者 进阶大境界的声势 恐怕都没有叶辰这般浩大 无数岛上居住的舞者 都是养着脑袋 无比惊异地看着这一幕 惊叹之声此起彼伏 半个时辰之后 那灵气漩涡终于消散 同时一股极强的气息冲天而起 叶辰仰头发出一声 洞穿云霄的长笑 片刻之后才平复了心情 将气息收敛 面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此次进阶 使他体内的灵气浑厚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 他的生命力再次增强了 更多的提升在于感悟 这些日子 叶辰一直在努力消化人非凡 在九轮血月中施展的那几件 虽然没有彻底吸收 但也对叶辰的剑道和舞道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体而言 突破之后 他的实力又增加了一成吧 叶辰一身实力 主要不是在修为之上 所以即便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提升也不算特别大 可也不要小瞧了这一成 以叶辰如今的实力 能够提升一成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若是说原本叶辰遇上 乾坤境五层天存在 除非特殊情况 基本只能选择逃跑 可现在 却是有了取胜的机会 能够在化跃大笔之前突破 也是为了他夺下全胜 增加了一分把握吧 不多时 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叶辰打开门 只见一名中年人站在那里 正是西云 他看到叶辰微笑道 恭喜你 成功进阶了 叶辰势力道 托运输的福 我才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突破成功 西云道 好了 距离化跃大笔 开始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是时候出发前往黑海了 夜晨目光微闪 这一次化跃大笔的举办地 就是在黑海之中 黑海距离赤海颇为遥远 不过 既然是赤海广寒殿出行 自然能够使用传送阵法 他们所要跨越的 也只有凶海罢了 西云道 这次我赤海分配到的是 两个名额 除你之外 还有一人要参加的 这个人你也认识 他话音刚落 一道带着傲气的清冷女声 便在门外院落中想起道 这次化跃大笔 我一定会取得比你更好的成绩 夜晨朝着院中看去 只见一名面貌青春动人 眼中却始终带着居傲的少女 缓缓走来 正是当日在祭祖仪式上见过的西戎二 对于另一名参加大笔的人选是西戎二 夜晨倒是没有意外 作为皇族的一员 又是五百岁以下的妖孽 不参加这化跃大笔实在可惜了 不过 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赤海竟然只有两个名额 对于内海而言 这有点少了 西戎似乎看出了夜晨的心思 苦笑道 嘿嘿 实话说 我们赤海在五大内海之中啊 应当算是最弱小的一个海域了 因此 分配的名额 也只比外海多了一个罢了 夜晨 荣儿 你们在赤海都可以称得上妖孽 可在这化跃大笔上 对其他几大内海之人 可千万不能够有分毫大意啊 他似乎想起来什么往事 目光甚至都隐隐地有些动摇了起来 看来 其他几大内海 曾出现过让西戎 极为震撼的妖孽 夜晨与西戎二见状 也是不由的目光一领 西戎道 好了 有话 我们一会儿再说 现在先登船 准备出发了 港口处 一艘极为巨大 散发的气息 丝毫不在西家的那艘 顶级战船之下的豪华大船 灵光闪耀 已然发动 数十道顿光 落在了这大船之上 每一道都散发着 极为惊悚的威压 除了夜晨和西戎二 这登船之人 修为最低者 竟然也在乾坤境七层天 其中半数以上 甚至都是乾坤境巅峰存在 这样的阵势 即便在凶海之中 也能够横着走了 在西渊的带领下 夜晨很快登上了这战船 一道阵法在战船上方展开 下一刻 光芒一闪 这战船便从远处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